嗨你好我是劉南爸 礼拜四的时候呢我到总理去参加一个 Terry Foo 附金燕老师的读书会 那因为他住在总理嘛 那我住在桃园嘛 所以还蛮近的 所以我就去参加他的读书会 那当然我有买过他的课程我才会去 我买课程不是没有买 我买课程然后才能去参加这个读书会 然后我去参加读书会的时候呢 里面那天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说 梦想版图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我相信 应该都读过类似的 像心想事成这一类的 或秘密这一类的书籍嘛 那里面都有讲到说 心想事成你必须要建立一个梦想版图 然后你要具体的把那个梦想版图 画下来或写下来对不对 可是呢 在以前啊 不管你是什么保险公司 或者是直销公司 或者是业务单位啊 当你在描绘你这个梦想版图的时候 你大部分的人都是 可能画自己将来要住的房子 或者自己将来要开的车子 甚至你要赚多少钱的那个钞票的币值 那个金额写好 然后贴在某个地方啊 容易看到的地方啊 这个就是你的梦想版图啊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啊 就是你在做这个梦想版图的时候 你的内心 有没有一股激动的情绪 有没有一股兴奋的情绪 还是说 好像应该就是这样 然后就把它写下来 其实有大部分的人 在当下其实是没有很大的激动的 那对我来讲也是 我当初在某一家保险公司 他们那时候叫我们订定一个梦想版图 然后把它放在皮夹里面 那那时候呢 我就去看了一栋透天别墅 然后我就还把我的 我们全家人的照片呢 就合成在这个透天别墅的前面 然后我就把它剪下来那张 那张自己print出来 印出来的那张照片 就把它剪下来放在我的皮包里面 那我就想啊好 我将来要达到这样的生活 将来要达到这样的生活 将来要达到这样的生活 然后把它放在皮夹里面 可是呢 现在回想起来啊 当时其实并没有很兴奋的 很亢奋的那种感觉 那那一天呢 Terry老师他就想说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 怎么样才做 才叫做 有那种兴奋的感觉呢 其实就好像是 你在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那种 兴奋莫名的那种 那种 那种亢奋的情绪 就是你的情绪起伏的波动是很大的 不管你是往上或是往下 但是就是你的情绪的起伏 波动是非常大的 那才真的叫做你的梦想版图啊 如果你的梦想版图 做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塞 这好像 那种动力就好像你当初要去 去 跟一个你很喜欢的人交往 去跟你很喜欢的人约会的那种 那种兴奋的感觉 好像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你的那种兴奋的感觉 哦 我觉得他真的讲对了那个 我 我觉得那个梦想版图想要 带给人的那种 那种兴奋感 真的没有错 就好像你当初要跟你喜欢的 异性交往的那种兴奋感 所以 如果你在做这个梦想版图的时候 你不是这么样的兴奋 那那可能就不是你你真的很想去追求的事情 你如果说好 我将来做这样的房子 要开这样的车子 我要开台法拉利 我要开台宾利 我要一台Benz 结果你 你虽然那个梦想版图已经写好了 放着 甚至照片拍好画好了 放在那边 可是 今天身体不舒服啊 算了 不再想去跑业务了 不再想上班了 那就代表那个梦想版图 其实不是你真正 让你心情喜福很大的一种 一个梦想 其实不是 所以 怎么去找到 怎么去找到你真正的梦想版图 就是你在 你在描绘它的时候 真的让你的心情起伏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梦想版图 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 那 那到底我自己的梦想版图是什么 我到底自己的梦想版图是什么 我觉得每次想 好像都有一些不一样 或者是常常会忘记自己的梦想版图 到底是什么 后来仔细想一想 好像就是 在身体健康方面 我自己很想要 练到有六块腹肌啊 可是一直 一直打不到啊 很想要 可是又打不到 所以 那是很想要 但是又 又没有很亢奋的一种心情 所以并没有迫使我每天都去做这件事 所以动力不足 那另外一个呢是 我很想要的是 譬如说 我现在在录这段影片 那我很想要做一件事什么呢 就是以后呢 我录这样子的影片的时候 我全程都是讲英文的 这样有没有很屌 全程都讲英文的 我想到 哇 如果将来可以这样子的话呢 哇 那真的太棒了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要 立定自己每天去读 至少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的英文 每天要立定这个 这个目标 每天至少要念半个钟头英文 到一个钟头英文 那第三个呢 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要告诉我的儿子 好好读书 未来 找一个好工作 这句话呢 我是不会跟我儿子讲的啦 好好读书 将来找一个好工作 前面那段我认同啦 好好读书 这是对将来有用的 但是 找一个好工作 这句话已经 不适用在现代这个社会了 已经不适用了啦 所以我要改一下 你可以好好读书 甚至你现在不喜欢读你 现在的书也没关系 但是 你未来要好好的创业 好好的创业 因为你要创业 你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 还有你必须具备 具备足够的创意 还有 你要读够多的书 你要有 够多的精力 那你的脑袋要塞够多的东西 才能够克服你去创业的时候 遇到很多困难 那即使你现在 没有这么多东西在你的脑袋 可是 你只要有勇气去创业的话 你将来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你必须想办法 赶快去解决 那这样你就会成长 就会进步 即使你 你现在 不太努力于去 做你不喜欢 读你不喜欢读的书 可是一旦你 早一点 你早一点有 有这个觉悟 早一点去创业 你就早一点遇到困难 那你就会早一点学习 去克服这些困难 所以我希望是什么呢 将来我可以 带着我儿子一起去创业 然后 带着我儿子一起去上健身房 带着 带着我儿子一起去练英文 一起说英文 好屌哦 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传统了 那就是我第一集 我尝试个人 他在愿意 我尝试你 不知道 他在试试 带着我他 我 我尝试你 那先 把你 我